第十九是张家活佛 同时也是中国佛教会首届和第二届的理事长 张家大师设立塔是现今台北市市定历史建筑 在中国佛教会委托静中学会下 成立官方的张家大师宝塔管理委员会 由静中学会导师上进下空老和尚担任主任委员 佛陀教育基金会创办人简峰文居士担任副主任委员 张家活佛设立塔民间护士会委员会 自民国97年成立后 皆遵从宝塔主任委员上进下空老法师的一贯原则 从不向外借募款 皆由发新的居士大德们主动护士 张家活佛在民国46年延级 47年后从山老师以来这边也在这边活化 张家大师过去是国师 雷士的国师 他过去的因缘剧组 他在台湾这个北投这个福寿山火化 因为他跟台湾的众生非常好因缘 所以他留在这个设立塔在我们台湾这个北投福寿山 这个中国大陆就有一个震海市 也是张家活佛18世 14到18世的法生都在震海市 所以我们台湾只有独留这个活佛的法生设立在这边 张家活佛是我们台湾也是中国第一任第二任的理事长 中国活教会是张家活佛所创意的 他对于我们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活教的事业 弘扬的贡献非常大 外界若有以张家大师设立塔或张家活佛设立塔 及张家大师相关名义 进行募款募捐或发布消息之个人或团体 接触其私人之行为 就与佛塔与委员会无关 若对民间护士会合法性有疑问者 可亲洽佛陀教育基金会创办人简锋文居士 法治新闻赖龙雪泳台北采访报道